掌声有请 刘 月 晨 欢迎 白点 我发现 所有的观众看着你的背影就已经开始欢呼鼓掌 漂亮吗 大多数开门大集的选手啊 都能在播出节目的时候 坐在家里团团圆圆的收看自己参与的节目 但是对于刘月晨来说 有点遗憾 就是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看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九月要去英国上研究生 所以可能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已经在英国了 你就是显摆 不是 我们这些不能去英国留学的是吧 不是 真不是 我也不愿意去了 刘月晨 你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 考考你 每次结束的时候 我都说 如果你的梦想够勇敢 够浪漫 够疯狂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听过这段吗 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主持一段吗 大家想看吗 想不想看 这里是我的舞台 也是你们的舞台 欢迎收看开门大集 感谢你们的收看 再见 没完呢 什么感谢收看了 没结束呢 节目刚开始 好 我是尼哥买奇 这位是刘月晨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 掌声鼓励一下 告诉我 告诉我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是 因为我就要去上学了嘛 然后想要给自己存一笔去上学的学习经费 学习经费 好 刘月晨 加油 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集 刘月晨 马上开始你的挑战 第一扇大门 请按下门令 刘月晨 最清风 歌名叫做最清风 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梦境的虚拥 请生一曲相送 还有没有情动 风华雪月眼融 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 乱了纷层的心动 蝴蝶去向无影踪 却被小众一直弄不忍衷 是我想的太多 犹如飞蛾不活那么冲动 最后还有一盏烛火 人紧握去中人散 谁无过错 我看过 欢迎著名歌手 贤子 恭喜你获得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接近 刘伟臣已经有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接近了 再接再厉 马上打开你的第二扇门 好 来加油 请按下门铃 还有四秒钟不听完了 不用听了 告诉我你听到的歌曲是 是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哇 掌声雷中了 到底对不对呢 来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街 大街 美丽的草原 看來我的雲牆 誰請走沒我一趟 草原就像 紅綠色的河 只有就像 白蓮花 不明描迴 心不見 春光萬里的美麗花 啊 愛 無漾度 涼花聲唱 魚海的歌聲滿天涯 無漾度 涼花聲唱 魚海的歌聲滿天涯 啊 愛 無漾度 涼花聲唱 魚海的歌聲滿天涯 無漾度 涼花聲唱 魚海的歌聲滿天涯 啊 謝謝 謝謝青年歌手 你要恭喜劉悅辰獲得了你的 兩千元的家庭夢想之間 太好了 劉悅辰年齡很小 九零厚 我覺得第一首歌 《賢子的歌》 《賢子的歌》你能猜出來 《我不奇怪》 因為也是很多年輕的朋友 喜愛那位歌手 但是這首歌呢 對你的年齡來說相對有一些老 你怎麼會了解這首歌的 因為我不是說了嗎 我就是滿位上的民族 你是蒙古族是嗎 對啊 不對 我是生在那個地方 生在那個地方 那你後來呢 後來六歲就去了雲南 六歲就去雲南了 嗯 然後 十八歲搬到北京 然後 就去南京上的大學 你這年紀挺小 人生挺波折啊 對 等於是中國的東南西北 都走了一個遍 就行 現在還要向更遙遠的 英吉利海峽激發是嗎 是是是 好 我們祝福你 祝福這樣一個可愛的 九零後的小女孩劉悅辰 在今天開門大集的道路上面 也是越走越遠 第三扇大門 背後是三千元 可以嗎 準備好了嗎 來 請按下 滿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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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對 你的反應好特別 應該對 嗯 春暖花開 春暖花開 啊 小小細細 放手舞 讓我們期待 開 開 門 大 大集 春季春是你到來 你的心想大美打開 對著藍天是個心眼 陽光就會露進來 花愛 花愛 金香的震開 你別總是三個發呆 快讓自己最美麗一些 讓世界你更可愛 有冷就有暖 風天是否讓你喝飽 黎明醒來 揉揉你的眼 你會發現天那麼冷 你會發現天那麼多 髒這個才對 你會發現天那麼多 一馬啊 你會發現天這麼快 你會發現天那麼快 一馬啊 給你吃 我一馬啊 你會發現天那麼快 一路最愛 每个网站 让我们欢迎著名歌手周彦宏 谢谢周彦宏 恭喜刘业诚获得了 什么你着啥棋啊 五千啊 没有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来掌声鼓励一下 明明拿到三千 觉得自己已经拿到了五千 接下来才是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藏在第四扇门的背后 懂吗 当然 请按下 慢点 还能听吗 想得美 只有十五秒 刘业诚 告诉我 听到的歌曲是 你刚开始很犹豫的 我现在还很犹豫 还有一个 就是 该不该 改不改 不敢 我们马上验证一下 刘业诚已经赢得了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接下来是五千元他能不能拿到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吉 哦 黑猫 那天你在此为我悄悄流下泪 你可知道他以后 有声音 定定落在我心态 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看我是那难受的一生 我不会 哦 嘿 罢了 从小就对我最后保护那个人 你为什么 总是 闭着头 你 只会 求人 不说话 这次 我独自离开 是 教理 一种 生活 对我 输 让我输 我爱他 他是我心中的 那 一 一 别 飞 啊 飞 飞 到我心里 年 花 中间 不知道 快 飘了 酒 才能 讲 心 我 鼓 鼓 声 一直注意 爱和 两 散播 我爱他 他是我心中的 那 一 别 飞 飞 飞 到我心里 年 花 中间 不知道 海 飘 的 就在 墙 心 我 不成 一句 重音 他 两 山 我 友 歌 、人 我知道其实你是一个 不愿意安静下来的孩子 虽然看上去外表 非常的乖巧可爱 但是他喜欢不停地到处跑 比如说今天录节目 早上刚刚从泰国旅行回来 有这事吗 这还没睡醒呢 我早上凌晨七点钟 才到北京首都机场 到家都八点了 然后睡了一觉赶紧就过来 特别喜欢出去旅行 很爽 每一次出门旅行 都是寻找新鲜和快乐的一种体验 但是换一个角度 对于家中的爸爸妈妈来说 孩子每一次出行 哎呦那都得牵挂着呀 都得担心的呀 我们连线第二现场 跟爸妈聊聊好不好 连线第二现场 真是来自父亲的泪水 爸爸怎么回事 刘悦诚的爸爸刘爸爸 您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女儿大了要早 其实父母心还是 心里头不适合让他走的 我特别想对爸爸妈妈说 孩子迈开脚步 出门的每一步 都是他们成熟长大之后 回家的每一步准备 所以你们就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刘悦诚 变得更加坚强和强大 还有成熟 回到你们的怀抱当中 孝敬你们 是这样吗 我一定会表现出一个跟在家里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我每天早上会早早的按时起床 然后按时吃饭 然后不去危险的地方 放心吧 好 通过这句话我们也看出来 刘悦诚他平时的习惯就是 不按时起床 不按时吃饭 老去危险的地方 你们放心了吗 放心了吗 放心了 放心了 我温馨的画面 谢谢 第五扇大门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正在等待你 请按下 安领 刘悦诚 第五扇大门背后是一万元 加油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歌 你知道答案了 我还担心呢 但是其实这样听特别不明显 但我都能听出来 能听出来 告诉我你听到的歌曲是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按照我们的规则 说歌名必须要一字不落 非常的严谨 我帮你看一眼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穿过你 你的答案是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是吗 是的 你的答案是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是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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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听歌了 要不要求助 绝对是 穿过的 你有一次求助的方式 求助 求助 我爸妈妈会知道 妈妈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求助 还是坚持你的答案 我真是我的答案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刘岳辰达到了第四扇门 他要开启的是第五扇门 背后是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如果他打对了 一万元拿走 如果他打错了 五千元留在这里 只能空手而归 他的答案是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按照规则要一字不差 马上来验证 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 期待 开门 大机 大机 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什么 为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答案 我们正常人说话 是这样的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孩子 就差一个字 差一个字 那一字一万斤呢 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最细的是你们还鼓掌 关键是 你们还 太过分 好 不管如何 来机制正确答案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明我 我再不相信他们 别 我再不建议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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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愿意 谢谢宗泽丽为我们带来的 穿过你的黑发 我的手 那罗大佑的脸都拉下来了 就差一倍啊 对不起罗大佑先生 我的钱 想帮你 但是无能为力 我的钱 你的物性还不够高 所以非常非常遗憾的通知刘悦辰同学 你之前积累的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清零的过程 清零 心痛吗 再来 心痛吗 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的收获是 就是跟爸爸妈表了个态 然后让他们更加放心 我能好好出国 那我们全体观众也祝福你在英国 留学成功 回来报效祖国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必须的 一定要努力 一路平安 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喜 谢谢 谢谢 好耶